记者蔡璋盛竹市报道,新竹市5日及7日分别传出那家公司及生养科技火警,其中5日火警为今年度燃烧面积最大,两场累计抢救时间达24小时,动员各式救灾消防车辆继47步,消防人员124人次及一销人员146人次执行救灾工作, 在消防弟兄努力下,有效控制并扑灭火势,将火灾影响程度降至最低,市长林志坚今天前往消防局颁赠奖励金,未免并肯定消防弟兄辛劳新竹市消防局5日下午抢救那家公司火警,现场为二层楼铁皮结构建筑物,建筑内存放家电及机具易燃物,并全面燃烧, 7日凌晨生阳科技火警,8楼起火燃烧,内部堆放钉筒、饼筒、酒精、六福林等化学物品,量长火灾火势均为猛烈,并充斥许多危险物品,对于救灾工作及人员安全是一大挑战, 所幸均没有人员受困,消防局采用防阻燃烧战术执行抢救,顺利压制火势,民众的逃生出口,是消防弟兄的救灾入口 林志坚感谢且肯定消防通人的付出,已经是专业的经验,将两场大火的损失降到最低,最重要的是人员,救灾弟兄一切平安, 他曾见证105年时科学园区某科技大厂救灾过程,深刻理解到唯有充分掌握火灾现场资讯,才能确保消防弟兄救灾顺畅与生命安全 消防局长李世公表示,两场火灾属于救援困难度及危险度较高案例,那家股份有限公司火警建筑属于铁皮建筑,火灾过程中有倒塌的问题,加上周边水源缺乏, 影响救灾水源的持续供应,令生阳科技公司火灾现场处放许多化学品,燃烧有可能产生大量毒性气体或爆炸疑虑,影响同人救灾安全 这次两场火警均为先前办理过模拟火灾抢救部署演练对象,所以在第一时间能充分掌握灾害现场特性及周边救灾资源,迅速地进行救灾人车部署与抢救作业,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各单位互相支援及跨大队联合演练,提升各消防单位救灾合作默契。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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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